大家好,我是民主黨袁凱文,蕭委會委員 今天的題目,除了蕭委會委員,也包括我爸爸的身份 就是講牙膠,我把家裡有一隻牙膠拿出來 為什麼想講牙膠呢? 因為早幾天蕭委會有一個研究報告 就發現坊間有些牙膠可能有問題出現 所以今天和大家將蕭委會一些比較艱深的報告 盡量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和大家講出來 我首先講蕭委會這個測試,其實是做了20個牙膠 有13隻牙膠是非液體樣本,即是沒有液體樣本 也有些牙膠是有液體在裡面的,那裡做了7款 價錢就十多元到百多元都有,基本上可以去測試 那發現到什麼問題或者大家要關注呢? 其實有三件事,第一就是關於結構的安全 即是牙膠結構會不會容易脫出來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裡面有些化學的物質 會不會有些對小朋友很有影響的測試 這個也是會測試 另外也有一些素化劑等等 或者微生物檢測那些是否達標 這是一個範疇 所以這三個範疇我會逐一講解 還有還有一些提示給大家 首先就講結構安全的檢測 其實他做的測試就是把我剛才說的13款的牙膠 即是沒有液體內的牙膠 他就會找一些模擬 即是小朋友的牙齒的力度 去咬 他就有兩種的方式 即是5秒加到他20多磅 這個模擬是18個月以下的小朋友 亦都有一種是他模擬到再大力一點的 即是去到50磅的力度 去到18個月以上 或者到3歲由2都是適用的 那我小朋友本身就是現在 差不多18個月 其實我家裡都有這隻牙膠 這隻牙膠基本上很多的父母都會有 但是很不幸這次測試 其實就發現到他這隻牙膠很不耐咬 即是很容易掉 幸好因為我小朋友就不太喜歡咬牙膠 所以這隻都很健全 但是這次見到他出事的位置 就是在這裏 即是煲胎的位置很容易掉 那就是在做這個測試的時候就掉了 那掉了有什麼問題呢 固然可能是吞了下去 會很容易窒息那個情況 那另外那個香蕉 有一個呢 即是12號 即是11和12號都有出事 那隻香蕉呢 其實都是在那個側邊的位置 都是掉了出來 那這個是很不理想的 即是我想沒有一個 即是爸爸媽媽 想著本身都很可愛 但是原來真的這麼有風險 而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是什麼呢 即是都不是發現到這個風險那麼簡單 而是那個廠商的態度 我覺得是很不負責的 他福宵委會就說 那個說明指示已經說明 如果是長了 即是生了牙齒的友誼 是有可能咬斷或者吞咽這些產品 所以就不建議家長呢 就是給一些耳掌牙的友誼用的產品 哇 我覺得這個是極度之無賴的 即是你整個牙膠 其實你說 即大家買個牙膠 其實起碼用幾個月或一年 這個是非常之 即是一個預期 即是很合理的預期 那你就說你落了這樣的 即是Statement 講完這樣就當自己沒有責任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是要再嚴肅跟進的 即是無論是海關 或者是消委會 這個我覺得是要跟進這個態度 即是你不是說了就算 因為大家買一個牙膠 大家不會知道 或者不會真的想著你 是這麼容易脫掉的 那這個合理的期望 是對這個安全 是對幼兒 對父母其實都是非常之重要 那所以這個呢 我希望大家是留意 而大家記得留意 就是最容易脫掉的位置 就是這個長頸鹿的 這兩邊 好 那就講第二個就是 那些化學物質的檢測 那就發現到 有一款那個阿蕭 安化的那個物質 就是那個儀量 就是超出了安全標準上限 那這一隻那個 應該是13號的 有隻白色的馬 或者是鹿 那它那個超標都幾嚴重的 那就超了8倍 對了 就去到那個上限值呢 0.94mg 那它的上限值只有0.1mg 那這個是極度差 因為為什麼呢 這隻阿蕭安化呢 其實就是有些致癌性的 那當它把那些胃酸 你吃了下去 或者保持下去 會有些膠的物質 出現呢 那是會對小朋友 長期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影響 那而最重要呢 就是那個關鍵就是 為什麼會有事 就是它不斷去咬這些的物質 那進去 那那些物質究竟會不會就是 這個阿蕭安 那和我們那些胃酸的情況下 那才會有這些的致癌 那個情況 那所以那隻我都會建議大家 就是非常小心 就是盡量就 就不要用啦 或者起碼就是 你想清楚 你覺得 可以受到這個風險 那我才做 那我覺得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也是 穩陣為主 那而這一個那個 廠商呢 他們的回覆呢 他們就說 他們歐洲 那就是都很無賴 因為人家 就是 消委會就用了一個歐洲的標準 是他做測試 EN71 12 2016 那而他怎樣回覆呢 就是 他那個回覆就說 歐洲那裏就沒有強制 你執行這個標準 就是他都認了自己是 搞不定 但是呢 美國那個 用美國的標準呢 就沒有什麼事 或者沒有一個 就是這個規定 那 跟著他又說 2019年底 生產那些 已經是跟從 就是這些 的 的 批斥或者這個標準 那所以他說 這些的產品 已經是下解 也都會用一個新的批刺 產品 提供 那你問我呢 他就認 也有些位是 即跟不上 但是起碼現在 你看到新的那些 其實就已經全部下架 其實全部用 所以你看到 這個處理呢 我覺得都很合理 那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最緊要 就看回 究竟那個批刺 是2016 還是2019年底 這樣 到最後 一個位 其實就是關於那些液體 那些牙膠的檢測 那 就 有發現到 有一款 其實裡面的液體 會有可能有問題 甚至都幾大問題 那 基本上 其實大家有很多液體 裡面 我想大家 爸爸媽媽都會擔心 會不會咬穿 其實基本上很多 應該咬穿的機會都不大 但是 就發現有一款 即咬穿了 他接觸那些細菌都超標的 這隻叫做 銅綠甲丹包菌 那 他那個包菌 如果對健康的小朋友的話 健康的人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是 當 如果一 是有皮膚傷口 或者免疫力比較低的 小朋友 接觸 那就容易會有一些 比較嚴重的感染 可以去到 就是 腦膜炎 中耳炎 肺炎 避療系統併發 或者敗血症 如果最嚴重的 這一款 就是 20號 而20號 這一款 叫 Keeper Safe 那就是 其他有些結構安全 內藥測試都OK 但就正是 這個微生物檢測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那 所以這一個 都是 大家關注 但是他都說 那個 代理商回覆 已經是將有關的 產品下架 所以 我歸納 大家知道 有問題的 第一 要看哪幾樣呢 就是 結構 會不會很容易 一些位置 會不會很容易脫出 第二 就是 這些 痣牙物 會不會一些痣牙物的化學檢測上 是有可能有問題的 還有 就是 一些微生物的檢測 一些液體裡面 會不會都出現問題 所以 這個 其實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到最後 最重要就是 那些廠商的態度 我覺得 今次消費會 看到有問題的 一些廠商 大家看到有一些回應 其實都是說 我會改好 有些就說 我擺明跟你說了 我覺得這些 長頸的我覺得是 極度 極度不負責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而最後 想跟大家提一提 就是關於 牙膠的消毒 牙膠的消毒 有很多父母以為 就是怕它不乾淨 不衛生 有時候會想著 用一些高溫 可能蒸 煞 等等 這些方式來消毒 但其實這一種 都是會有些問題的 因為今次消費會 都做過一個報告 做一個研究測試 就是 特別是有液體 如果是高溫的情況下 其實有可能會出現 不同程度的破壞 損毀 或者變形 甚至有些液體會流出 而即使 有很多這些牙膠 其實都說明 是不可以高溫 所以大家 真的想著 怎樣消毒的時候 真的要看說明書 是否適合 就是這個消毒 那怎樣才是為止 正確的清洗呢 其實呢 每次用之前之後 其實就用一些 比較溫和的 肥造水洗滴 加清水洗 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 看看牙膠有沒有 任何破壞 或者滲流出現 如果是液體的牙膠 就不要把它放進雪櫃 也是最重要就是 看清楚說明和警告指據 才是最尊消毒 到最後 也都會將測試報告 整體的評分 不同的測試 簡化的結果 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大家都可以參考 但如果詳情 最好就是看消委會 買回他們的報告 今次的YouTube Channel 就是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和爸爸媽媽 都會很關心的牙膠 分享回 那大家如果還有一些 什麼的內容 想我多分享多些的話 都歡迎大家 可以給意見 可以留言給意見 而最重要 YouTube那裡 記得大家都是 訂閱回 也都是給個讚好 有留言 還有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可以分享廣傳開去 令到更加多的 就是父母更加多的市民 可以知道一些更加正確 更加深度的資訊 多謝你